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下一代的云原生的批流融合的数据平台 Streamlative Cloud 为用户提供即时可用且要稳定可靠的 Apache Passer服务 用户无需承担任何的运维成本 由Streamlative团队负责管理Apache Passer的部署升级和集群维护等工作 Streamlative的核心团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 对Apache Passer Bookkeeper等大规模集群运维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他们都是Apache Passer Bookkeeper的初创团队 当前Apache Passer已经被应用在了 Yahoo, Twitter, Salesforce, Splunk,腾讯等大公司的生产环境 Streamlative当前主要有三款产品 分别是Streamlative Cloud Hosted, Streamlative Cloud Managed 以及Streamlative Platform Streamlative Platform是上个月发布的1.0版本 Cloud Hosted和Cloud Managed的不同 主要是Cloud Hosted是运行在Streamlative自己托管的数据中心 Cloud Managed运行在客户的数据中心 他们都是由Streamlative的核心成员负责运维部署 升级和维护等工作 而Streamlative Platform会被交付给客户 运行在客户的数据中心 最终的运维也是由客户自己来完成的 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是Streamlative的Platform 因为Streamlative Platform与我们今天分享的认证和健全是最相关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Streamlative Platform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图 Streamlative Platform它可以运行在公共云 也可以运行在私有云上 它的底层是基于K8S 使用Streamlative自己研发的PASA Operator进行调度 它运行着KafkaUnpassa可以兼容大部分的Kafka客户端 它运行着FunctionMath可以处理Function、Source和Sync 它也兼容很多 它也兼容Pasafink、Spark等Connect 执行一些P或L的处理 它还兼容我们之前的Pasada管理工具 像Pasacato、Pasadmin、Streamlative Council等等 在这幅图上我们并没有特意的标识出 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认证和健全的部分 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 在这幅图上虽然没有明确的展示出来 但是它与这里边的每个组件 其实都息息相关 像PasadClient生产或消费消息到Pasad集群的时候 它需要使用到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 进行认证和健全 当Kavka客户端发布消息到QP的时候 它也需要用到我们今天的认证和健全 另外像图中的FunctionMath Pasaflink、PasadSpark等等 它在与Pasad集群交互的时候 同样需要使用到认证和健全 管理工具也不例外 PasadCart,Streamlative Council,Pasadmin 对于我们今天的认证和健全的分享 都是密切相关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Hast GroupWalt 它主要是一个开源的 私密信息管理工具 它支持密钥的动态生成 注销和自动更新 并且可以为私密信息设置周期 到期后自动失效 另外它还支持数据加密解密的功能 我们选择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着丰富的Auth Measure 已经内置集成了很多第三方登录 我们不需要再做一些额外的开发工作 这是一张认证和健全的流程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图上有一个Walt Server 还有一个Similative Council 负责管理用户和Service Account 我们还有一个Pasa 有一个集群称为Cloud 它是一个Pasa的集群 它在里面运行着一个BrookAuth的插件 这个BrookAuth的插件 主要是用来做认证和健全 Pasa客户端 它可以基于Service Account 进行认证和健全 它可以生产消息到Pasa集群 也可以在认证和健全通过之后 从Pasa集群消费消息 在开始分享下面的内容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关于Token的选择 在Walt Server中 本身包含下面的这样一种Token 它是一个以S点开头的 一个随机的次幅串 这个Token本身并不包含更多的信息 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 就需要去Walt Server中去做一次查找 从而能够获得这个Token背后关联的信息 另外我们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下面的这种GWT格式的Token 它可以包含Authents过期时间 以及我们制定义的Username Type等等 GWT Token是业界非常标准的一种Token 它的验证非常的简单 可以直接使用一个Public的证书 就可以验证这个Token是不是合法的 并且可以从这个Token中解析出更多的数据 它不需要再次去Walt Server进行更多的交互 因此我们最终是选择了GWT格式的Token 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登录方法 用户如果想要访问PASA集群 去管理PASA的集群 就需要先登录到SuminatiOS Console SuminatiOS Console当前集成了Walt Outsmeasure的 通过Walt Outsmeasure的 它就可以支持很多的第三方登录 像UserPAS 啦 RDEP 啊 等等 这给我们减少了很多外开发的工作 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登录和用户管理 下面这张图是一个登录和用户管理的一个流程图 首先在最右边 在用户从浏览器打开SuminatiOS Console的地址之后 它就可以通过一些像RDEP 啦 UserPAS 啦等登录的SuminatiOS Console SuminatiOS Console本身并不会存储任何的用户敏感信息 它会把这些请求转发给Walt Server Walt Server在验证通过之后 就可以为当前的这个用户颁发一个GWT格式的Token 然后用户就登录到了SuminatiOS Console的这个平台 接着它就可以使用这个GWT格式的Token 去访问PASA的机群 在下面的PASA机群中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叫做BrokerOS插件 它用来去为PASA机群做认证和健全 在刚才的流程图中 还有一部分就是关于用户管理 我们在SuminatiOS Console中抽象了一组方法 像List,Delete,Update,Create等等 只要用户实现了这些方法 就可以实现用户管理的功能 但是有一些第三方的登录像Google OAuth,Github等等 其实它并不支持删除更新和创建用户 因此我们只需要实现类似的方法 就可以实现查看用户的功能 在介绍完刚才的User管理和用户登录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Service Account PASA作为一个云原生的消息和流数据平台 它大部分的应用场景都是为一些应用程序 或者客户端使用 让他们去发布生产消息 去做一些流数据处理 因此更多的场景 视为他们去做一些认证和健全 因此在开始介绍下面的内容之前 我们对于当前客户端的一些Service Account 有了下面的一些需求 像它应该支持创建或者删除Service Account 它能够为Service Account设置过期时间 并且到期后可以Renew 也就是序期 它能够支持授权和取消 它能够为Service Account 支持授权和取消权限 另外它应该支持 尽可能多的客户端 在支持客户端方面 我们建议是使用 Authentication Token这个插件 因为它几乎被所有的PASA客户端 能够所支持 它也支持卡的很多客户端 这样我们就能够使用到QP这个功能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希望它能够 在没有Wallet的环境中 也能够运行 基于刚才的一些需求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当前的我们选择的两种方案 它的一些优缺点 首先是GWT Token GWT Token它支持 它本身支持Authentication Token 这个插件 所以它能够被几乎所有的客户端 能够使用 不需要再做外的开发工作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 就是它会过期 它不能做过期了之后 也不能renew 也就是这个Token 在被创建了之后 一旦过期 它就无法再使用了 这个是对当前的 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主要原因是 客户端的应用程序 它一般都是需要运行很长时间的 也可以说是会一直在运行 我们不可能让用户停机去更换一个新的Token 然后在Walt中有一个叫做APP rule的概念 它本身就是为这种应用程序 客户端的应用程序提供了一种认证和健全的机制 它依赖于Walt 另外它可以支持renew 但是它不支持authentication token这个插件 所以它的问题就在于 它不能对我们当前的客户端可能支持的并不是很好 我们需要做很多额外的开发工作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幅图 在这幅图上 我们发现GWalt token有一部分是满足我们的需求 有一部分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APP rule有一部分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然后它也有不能满足我们需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把这两个方案做一些结合 感觉会实现我们的需求 因此就有了下面的一个方案 使用APP rule 并且支持authentication token这个插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ervice account的一个流程图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Walt server 用来去管理敏感信息去做认证 然后我们用Signative Council来管理service account 有一个PASA集群运行着一个brookauth的插件 PASA客户端通过从Signative Council中申请获得的service account 生产消息到PASA集群或者从PASA集群中消费消息 Signative Council可以从Walt server中申请到一个APP rule 并且我们就通过这个APP rule来实现的service account 然后在PASA集群中的这个brookauth的插件 它可以通过这个source account 从Walt server中申请到一个GWT的token 最终它会去解析这个GWT格式的token 当然是先验证这个GWT格式的token的合法性 通过那个Public的证书 然后再去解码这个GWT格式的token 最终去做到对客户端的认证和健全 当然对于service account的管理 我们也抽象了一组接口 通过实现这一组接口 我们就能够实现对service account的一个管理 在不管是刚才的Yosha还是service account 他们中都有一个非常 在PASA集群中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 就是这个PASA Auth的插件 这个PASA Auth的插件 它一部分可以接受用户的GWT格式的token 从而去做到对用户的认证和健全 另外它还可以接收客户端的请求 我们刚才对service account的一个介绍是 它融合了APP role和authentication token这两个插件 因此我们考虑把这个APP role的zoid和secretid做一个base64的编码 然后做生成一个为token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authentication token这个插件 然后使用authentication token这个插件的优势就是 我们不需要再去开发额外的客户端 我们不需要再对这些客户端做额外的改造工作 从而它可以支持绝大多数的客户端 Broker Auth plugin在接收到这个 经过base64编码的token之后 它首先去解析 解析出来roid和secretid 然后去到walt 所有中交换出来一个gwt格式的token 再去验证这个gwt格式的token 因为最终是验证的这个gwt格式的token 所以它本质上是支持验证gwt格式的token的 所以即使当没有这个walt server的时候 我们也能很好的扩展我们这个认证和健全的系统 在介绍了刚才的user和source account的管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多极群的一个管理 在这幅图上是完整地描绘了一个 关于多极群管理的一个流程图 在开始介绍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抽象出来的几个概念 一个是organization 一个是instance 就是account user和cluster 在我们的platform中 organization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 它底下包括instance 就是account和user 一个user可以加入到一个组织 然后一个user也可以离开一个组织 然后在一个组织底下包含很多的instance 然后一个instance下可以包含一组passer的集群 这一组passer的集群 它可以组成一个跨地域复制的这么一个 一个功能 可以组成这么一个跨地域复制的架构 然后他们集群之间互相复制数据 在一个organization底下可以包含多个instance 然后service account它是作为 客户端的认证和健全的一个身份系统 它本质上是属于organization的 但是它对于每个instance 它生成的身份信息其实是不一样的 有了这么几个概念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流程图 可以看到在这幅图上包含一个组织叫做simulative 然后包含两个实例分别叫做data和cloud 在data实例底下包含北京和上海两个集群 并且运行着一个brookost的插件 在cloud的实例底下也包含北京和上海两个集群 运行着一个brookost的插件 在waltstore中我们创建了四个角色 分别是simulative cloud北京 simulative cloud上海 simulative data上海和simulative data北京 在simulative console中 它负责管理这个service account 我们刚才介绍到service account是organization底下的概念 但是它会为每一个instance生成一个身份 它生成的这个身份可以在这个instance底下访问 也就是访问这个instance底下的所有集群 因此在这幅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pataclient从simulative console中拿到的service account 它可以往属于service account的instance上生产和消费消息 但是它不能生产和消费消息 不能生产消息到其他的instance 也不能从其他的instance消费到消费消息 所以这里边最核心的地方就是这个brookost的插件 它在拿到这个service account之后 会去做一个base64的解码 从这个base64解码的数据中 除了获取到我们刚才介绍的zoid secretid之外 它还会拿到这个当前这个实力的organization和实力的名字 然后去验证这个service account是否有权限 往这个实力里生产和消费消息 再接着就是跟我们刚才的流程是类似的了 它会从它会拿着这个zoid和secretid 去到world server中交换出来一个wt格式的token 再然后去验证这个gwt格式的token的权限 看是否有生产或者消费的权限 我们看一下这个service account的一个实现 在多极群环境中 可以看到它使用base64 对zoid、secretid、organization和instance 做了一个编码 它最终交换出来的token的格式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里边多了两个gd的之段 分别是organization和instance organization是similative instance是data 对于passer-auth这个插件 其实大部分的逻辑跟刚才我们讲到的 前面讲到的user和service account是一样的 但是它多了一个对organization和instance的编码 所以它其实携带了当前organization和instance的信息 broker的auth插件就会去验证这个organization和instance的合法性 最终决定这个客户端是否有权限 生产消息的几群或者从几群消费消息 在最开始的介绍中我们讲到我们实现了认证和建权 当前这个建权它实现的比较简单 它会把那个用户的权限会编码 会编码到那个gwt格式token的某一个字段中 在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对用户的权限做一些更细利度的划分 像我们已经在做了一些工作 就是在用户健全中 我们希望支持CASP这样一个开源的专门做权限管理的一个工具 好的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些内容